这一块主要是用到墨彩和粉彩的多种 比如像这一只 然后这一块它是一个粉彩画的 就几能针的粉彩 因为我有时候我讲的话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几能针的工艺方面 专业名词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可以随时打断我 这是用粉彩去画了一个白纸图 上面的话就是画了100个小朋友 一般都是画99个或101个 就不会是真的100个 然后再画在一个杯子上面 这个全是红手画的 还有像这一种 这一种画就是一个墨彩 它是黑色的 有点像山水画一样的 这一套的工艺难度在于什么呢 在于它的东西 它都是很小画出来的人物 对吧 尤其是画得很小很满 比如说你一个杯子里面画100个人 画200个人 这样的话的话 就对它的画功要求很高 而且画人物讲究人物的开脸 叫人物的就这样的脸 相比毕竟是手工画的 它和那种照片印上去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的话难度就稀数很大 这个是粉彩和墨彩的一个 我们这一套我们叫做微书微画 微小的书法和微小的画面 这个就是这一块 比如这个 藤王格序 一个手指按过去大概几百个字吧 就差不多 为什么都画得很小很小 画这类的 写这类的老师他都是用放大镜 拿很细很细的那种的毛笔 然后把它弄成很细很细 然后放大镜 这样子手工写上去 手工就画上去的 对吧 然后像这边 这边的话呢就是传统的青花 青花吧 青花吃的 然后青花的话呢 它是一种右下的 所以呢上面顺利有很多画片 但是我们摸上去 我们摸不到 它全部在哪里 全部在陶石的右的下面 那样的 然后呢 我们是在这种青花的技术上呢 去加了一些苗金 比如说在它的口颜底部 当然这个都是大八戒244K的黄金 不是那种化学金 然后这个的话难度在于什么呢 像比如我拿一只这个 这个画的主要是画得很细 比如说这个线条画得很细 还有这里面的花卉 它是用点工点的 何谓点工呢 就是毛笔 它不是画上去 涂上去的 它是什么 它是毛笔尖一点一点一点点 点出这样的花纹 那一块 那这个工人要很年轻才行 年龄大了眼花可能就不行了 就做不了了 就一般太年轻的 它可能花不了 年纪太大的 它也花不了 年纪太轻的就是它的工艺没有学到家 年纪太大的话呢 就是可能眼睛不行 就像中间的那一段时间 就它就吃这一段时间的那个寄宿饭 我估计可能过了50岁就做不了了吧 画的 还有很多都是可以的 像我今天这很多老艺人 他们七八十岁了都都在一线去动手去 那很不得了了 像这一块 这一块画的就是跟刚才的工艺一样了 这个我们就叫粉彩 然后我这一次是一直用粉彩的工艺去画了一枝万花杆 这个全是花 对吧 粉彩它是一种右上彩 所以的话它的花纹你用手去摸是有凹凸感的 就是画出来是有画出来的痕迹 它不在右上它不在右下 右下的话摸上去就是 摸上去摸不出来 你摸感觉只是摸在陶石上面 这个你是能摸得到的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万花 然后这个就是在颜色方面没有去那么多 这个和这个同出一气 但是和它区别什么呢 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再添加了颜色 这个的话没有添加颜色 它主要是以玻璃白 以玻璃白去作为一个填充料 所以它这个基本都是白色的 那它就是这一套它是怎么搭配的 因为那个是有茶壶和茶杯 对这个是展示用的 不是用来喝茶的 对吧 这个都是拿来用 可以拿来喝茶或者用来喝茶 然后这种的话它都是单品 单品的话就是一般能玩陶瓷的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杯子不错 我用这个杯子当做我的主动杯 但是我可能用的盖网 我可以用什么呢 我可以用其他的盖网 我用央子红的盖网 或者是我用一个画面和它不同的盖网 或者是我用画面和它相同的盖网 就看这个就没有什么讲究 因为那一套那一边的 它是做一个国理池 所以反正礼池送给外宾的 然后的话你不会让它自己 按照自己的喜好去买东西打配吧 所以我们就给它配起 壶啊公道啊杯子给你配起 但是一般我们自己日常的 包括像玩陶瓷冷啊 自己就是他就是看演员的 觉得我这个杯子喜欢 我就入手这个杯子 也许我家里有茶壶 这个茶壶也许和它不大 但是我照样去用 照样去用没有什么区别